PBA里面你哪些东西不懂的话 你就是像Display人不懂 你按F1 F1按下去 游标放在上面 按F1 然后会跳出来 跳出一个什么 有点像电子 电子磁点 他跟你讲说 你现在游标所在的位置是什么 叫Display alone的属性 那属性实际上我特别讲 就是 其实一个物件本身一定有两个东西 他两个成员 一个叫属性 一个叫方法 那什么叫属性 你会发现那边点 Application点 有没有 如果是属性的话 就一只手拿的一个东西 属性的话 讲白话就是资料 里面放什么资料 所以Display alone就是 设定要不要跳那个东西的属性 那里面资料放什么 不是放True就放Force 有没有 就意思就是要不要开关 其他的话还有这些 都是一只手拿的一个资料 有没有 其实就是放什么放资料 另外还有一个叫方法 什么叫方法 绿色的东西 有没有 绿色东西就是方法 有没有像这个绿色东西 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Application 这就不要有没有Delete 比较常见像Delete 比如删除 或者是说 这边有一个Delete Delete 这个Custom 这个List 有没有 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动 方法有点像动作 什么样的动作 你要做什么事情 OK 像这个地方的话 所以我们刚刚是Displace Displace 认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属性 其实方法就点两下 等于给它一个False 这样就OK 其他当然底下这些Range 你也可以按F1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其他很多每一个地方都可以 物件有没有 Range也是一个物件 然后Slater就是它的一个什么 Slater就是它的一个算是方法 所以Slater 意思就是说 游标帮我把它放在那上面的意思 就Slater OK 所以有个Slater就有个Slater 反正这个是录下来的一些相关东西 底下 如果有时间的话 也许你可以慢慢慢慢再去 稍微看 不过有时候有看没懂 我刚刚讲 你可以按F1 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可能会越来越了解 OK 有点像这个什么 虾子摸相 慢慢摸摸摸摸到哪里 慢慢越来越一个 那个形状慢慢出现了 然后底下它也会出现 当执行聚集的时候 它会提醒 然后预设值为True 有没有 然后这个可读写的Booling Booling就是不是True就False 其他的话 当然反正慢慢慢慢累积了 至少聊胜于无 不然的话 你们可能就是到坊间 去买那种什么 Excel VBA的什么 好像其标有出一本 叫什么什么 VBA 词典之类的 也是厚厚的一本 也可以 但它写的应该会比较看得懂一点 一点 不过我是觉得 好像也是 所以像这种东西不是叫你背 而是说你需要的时候再查就可以了 另外它还有个好处就是 它每一个每一个属性跟方法 它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所以有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太多了 最上面的话就是它的什么 Application物件 有没有 物件你可以点进去 Application物件 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下面有一页相关的说明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慢慢爬文 好像我最早刚开始学习也是一样 完全不知道 每天就爬它 每天看它 多看几遍也不厌倦 看到最后可能不知道 慢慢不熟也变熟了 不过就是要持之以恒 那你们不用那么辛苦 我觉得暂时你这个看不懂没有关系 知道我这东西就好了 OK 大概说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一题大概就先到这边 其他有些细节 我想我们之后遇到 我们再来看 所以这一题的话把它储存一下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会出现 是否 特别注意 你要按是还是否 我把它关掉 一般的话 它会出现 是否要挖储存 然后问你说 要不要储存为无聚集的活业部 是还是否 对 特别重要 不能按是 因为这些东西按是 按是就悲剧就发生了 因为你的刚刚录的东西就全部不见了 特别注意 你如果按是 它就意思是说 它帮你把那些东西都通通删掉 然后只留下原来的资料而已 所以请记得一定按否 否之后的话 要做什么呢 记得存档类型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因为它分成两种 一种是活业部 就是没有城市 没有聚集 没有VBA的 一种是有的 叫启用聚集的活业部 它的负档名 本来是 XLSX 它会把XLS XX改成M 也就是XLSM 负档名可以改一下 然后就启用聚集的活业不按储存才OK 你想说老师那之前为什么那一题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是旧版的 假如你是那种什么呢 2003以前的 Excel的2003的格式的话 在这里 如果你是Excel97到2003 它没有分 那为什么之后有分呢 因为之前有曾经发生过那个聚集病毒的问题 所以它就分开来了 它担心说有聚集病毒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启用 然后把它存档就好了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改成这个 干脆改成那个2003可不可以 其实当你存档也OK 它也可以存资料 也可以存V 不过它有个缺点 就是说 如果你要2003 它最多的比数的话 只有6万多比 6536 但是呢 如果你是存那个什么呢 这个启用 就是2007以后的版本的话 它最多的列数的话 那就会比较 就会到1048576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我把它再打开一下 OK 这个VB我看 储存 太多个档 OK 所以这边的话记得 存档之后的话 那里面它的那个比数的话 那我们刚刚其实可以这个存档 不过存完档 我再把这个图示稍微放大一下下 这个检式 上面检式的话 我可以把它再改成大图示好了 那你会发现 那你会发现 它的原来的 原来的是这个 新的是这个 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对 惊叹号 惊叹号就是XLSM 那这个是XLSX 所以这个里面是没有一边 这个才有 记得不要找错了 不然的话你可能开启的时候 这边要记得要启用内容 否则的话你按没有反应 Ctrl键向下 Ctrl向下 有没有 1048576 也就是它最多比数 是104万多比 如果是2003就6万多比 OK 所以如果你比数要求不高 当然你用2003就OK 但如果你比数 希望能够多一点的话 就是用那个纯层新的格式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再帮我开启这个 第几个我要切成清单 这个 留下中英文中的中文就好了 那请各位打开之后的话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 它的开头 有一些是有那个中文 有一些是没有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公式 先delete掉 我如果要拿掉什么 帮我把中文部分 放到这边来 该怎么做 OK 这里我想请各位先试一下 后面先还给各位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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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